近日,台湾地区有媒体称,日本经济新闻在报道中称,台军九成退役军官向大陆出售情报,这一说法引发了从高官到民间的极度不满,许多人纷纷就此批评日媒。 可我们查阅原文发现,这句让一大群台湾地区官员破防到失态的话,并不是日媒的原文,而是台湾媒体自己闹乌龙了。 台媒引述的消息出自《还是喜欢中国,台军的盲区》这篇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,在台湾中国时报、自由时报等多家媒体的解读下,他们声称,这篇文章指控九成台军退役军官卖情报,经过这番转述,台湾舆论一片哗然。 2日,台军退役将领,台湾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人冯世宽,在质询会上怒斥日媒记者,不仅用脏话斥责对方,甚至放话称,要把撰写这篇报道的日媒记者抓来枪毙, 要台湾方面把他的辱骂原文翻译给日媒,并斥责对方,还当记者,你不去查证就报道吗?有参与质询的人建议冯世宽不要措辞不当,冯世宽还表示,坚持原文翻译,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 除了冯世宽外,台湾地区防务部门、外事部门等机构也纷纷发文回应了日本经济新闻,许多台湾政界人士还批评对方,污蔑台军官兵,分化台湾军民关系。 除了这些政客,三日中午,还有人闯到日本经济新闻在台北市的办公室外,泼洒不明液体发泄自己的愤怒。 为了搞清楚,为什么台湾自上道下这么多人如此气急败坏,笔者专门和同事查阅了这篇日媒报道的原文,然后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,那句《九成退役军官来大陆卖情报》是台媒自己翻译错了。 这篇报道称,台军和台防务部门中的外手人比例很高,导致许多人不愿与解放军作战。 至于《九成》这句的原话,是日媒援引了一个自称是台军退役军官的人的表述。 结合上下文应该翻译为,大约九成退役军官会去中国经商,而通过提供军队情报赚钱和腐败行为,已成为常态。 显然,《九成》退役军官会来大陆经商,其中有人出卖情报和《九成》人都在出卖情报,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 另外,这一指控也并非像台湾政界人士说的那样,是日媒自己捏造的,而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,自称曾向大陆提供情报的台湾退役军官说的。 日媒记者自己并没有对这一说法表达任何态度。 简单来说,让台湾这群人连续跳脚了三天的消息,闹了半天是他们自己立了个靶子自己打,上演了一出荒诞的闹剧。 除了这段乌龙外,冯氏宽对退役军官出卖情报的反驳也非常无力,他坚称大多数台军军官都有职业操守,不容污蔑。 而他认为,这些人不会泄密的原因是,台军退役军官收入不高,即使是自己这样的级别的高官,退休金也仅够生活, 根本无力道大陆经商,更无法出卖情报。 至于没钱和操守过硬之间存在什么逻辑联系,冯氏宽自己也解释不清楚。 不过,笔者对他们这番滑稽的表演,倒也有几分理解。 毕竟他们平时常常硬着头皮鼓吹一五巨头, 现在被他们视为友邦的日本,突然有人提出质疑,自然让他们大为心虚, 以至于连原话都没来得及看,就忍不住回骂了。 因此,我们完全可以用冯氏宽自己的话回敬他们, 你不去查证就乱喊着枪毙吗?